这次我亲自下山踩点 非要剁了那个姓虾的不可 老大 踩点这样的是怎么能让你去呢 我是二当家的 这次就让我去吧 保证把事情办得妥妥的 要是碰到那几个吃里扒外的叛徒 肯定都带回来让老大处置 那好吧 你办事我放心 一定要把那几个叛徒抓回来 老大 放心吧 这里看起来日子不错啊 那个小子还真有些本事 二哥 你这次下山也是为了瞎大少爷吗 我说你们几个混蛋 怎么下了山就都没赢了 原来投靠了那个败虾子了 吃里扒外的东西还不赶紧赶我上山 老大不会轻扰了你们蛋 瞎少想请你到村后的小树林说几句话 你们是不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收拾我 然后送给官府告诉你 答应我的青龙眼月刀 就在手里拿着 看谁敢上前一步 要是想把你送官 我就不来通知你了 瞎少爷真的就是想和你聊聊 前面带路 我倒要看看那个败虾子能耍什么花招 你就是虾皮啊 看起来若不清风的样子 没想到本事还不小 黑猴你先去忙吧 我和二当家的说几句话 瞎少你的安全怎么办 放心吧 二当家的没那么愚蠢 不知道你找我来有何事 你对我误会太深了 我找你聊聊 只是想教你怎么做山贼 你读书把脑子读坏了吧 我做山贼十几年了 纵横九山群八个县 接到次数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你凭什么教我做山贼 像你们那样打家劫舍 每次都提心吊胆 稍有不慎落入官府手中 那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听从我的建议 不仅搞的钱多 手下兄弟没有危险 官府也不会围剿你们 而且周围的百姓 还会夸奖你们 甚至过路的商人 会主动给你们交钱 把货物卖给你们 这样的山贼 才能做得长远 成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你说胡话呢 这怎么可能 看你那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问你 过路的商人 为什么怕你们 官府为什么围剿你们 百姓又为什么恨你们 这不是废话吗 我们抢商人 抢百姓 他们自然恨我们 官府肯定要围剿我们 可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不打家劫舍 我们喝西北风啊 那如果商人的车队 从你们那里路过 你们一次 只收一百文钱的过路费 保证他一路平安 商人还会和你们拼命骂 长此以朗 你们过路费收得少 服务又周到 大家是不是 都愿意从你们这里过 到时候你们就会裁员广进了 那是自然的 到时候你们设个收费站 派几个人看守就可以了 守规矩的大家 何去生财 不守规矩的你们 教训一下 不管是谁 都说不出来什么 其他人再延开个茶铺 旅店饭铺什么的 给过的商人百姓 提供方便 这是一笔多大的收入 你想想 等那会 你们还会惦记 老百姓的那点粮食吗 再免了 他们的过路费 老百姓 哪还会叫你们山贼 以后你们 就是除暴安良的英雄 有事也会帮你们 还是你们读书人脑子好事啊 你说的太对了 想想就觉得激动 那怎么样能让官府 不围剿我们呢 你们把沿途的山贼 都收服了 把收费站干好 商家百姓都满意 这就等于帮官府 维持治安 再每个月给衙门 上缴一点银子 官府还会围剿你们吗 先生真乃高人也 今天这一番话 让小人明白 以后该走什么了 我这就上山 劝劝大哥 今后一定要成就 一番事业 族长老爷 村里这几天 多了很多鬼鬼祟祟的人 你小子不是加入 虾皮的捕鱼队了吗 有什么事找他就行 找我干什么 这些天跟着 锅仓干活的那些人 有点不正常 有一次我偷听到 他们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 黑虎山的山贼 这次是来咱们村猜点的 你说什么 他们是山贼 我是村里的首富 他们肯定是奔着我家来的 这次不是冲您来的 他们这次是冲着虾少来的 但几个山贼 好像都被他用钱收买了 可黑虎山的人 还在不停的来啊 组长见多识广 虾哥毕竟年轻精力少 这样的大事 还是要您做主啊 这个败家子平时里招摇浪荡 老夫劝过他很多次 他却越发的做事不守规矩 这下惹出大麻烦了吧 操 我们去找他 可不能让他再继续瞎折腾下去 四海几个 不会功夫 所以今天没有叫他们来 就咱们几个说点事 这个世道太乱了 我们必须要有武器自保 这样就再也不用怕 黑虎山这些强盗了 私藏武器可是重罪 要流放充军的 现在世道不太平 很多豪门大户 都有武器用来自保 只要不闹事 官府一般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们不用怕 我们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 才能在这乱世 生存下去 我已经在安排练钢了 到时候你们几个 会武功的 一人一剑武器 看谁还敢来欺负咱们 什么是钢 绝对比铁剑硬锋利的多 这是我的新发明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汉山叔 你觉得我的想法行吗 你脑子里的新奇东西太多了 我可跟不上 但造几件衬手的兵器是应该的 现在瞎人装已经在全线出名了 不少恶霸山贼都盯上了我们 没有武器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啊 那就这样决定了 过几天我带你们进城 你这个败家子呀 难道想让全村人都跟着受牵连吗 你竟敢收留了几个山贼在村里 那黑虎山是豪惹的 还有官府能放过我们吗 藏匿山贼那可是重罪 要全村连坐的 这件事做得极为隐秘 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看来队伍里出叛徒了 山贼是来找我麻烦的 和大家没有什么关系 官府那边确实是我欠考虑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绝对不会连累大家 山贼要是真的来了 你有钱有马车 可以随时逃跑 身边还有这么多狗腿子 山贼找不到你们 肯定会拿乡亲们出现的 你说谁是狗腿子呢 你个老帮菜 你这个数字竟敢打本族长 还有没有王法了 八天前 山贼第一次来村里 猜别的时候 王舅劝小夏带着诗涵 躲到县城去 他有本事挣钱 在县城待一辈子都行 山贼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到县城惹事 可小夏说 他要是走了 山贼要是来了 全村人就遭殃了 所以他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想办法 这下网友才的面子丢大了 再也不能担着组长的架子了 这样的害群之马 早就该赶出村去 整日里就知道欺负乡亲们 见到衙门的人 就和见到亲爹一样 我们还是先想想 怎么对付山贼吧 不必为了这种小人生气